跟他在一起之后 真的就感觉好像追到手了不珍惜了 我跟他在一起这都两年了吧 他都没有跟我买过口红和包包 别的人家就是男朋友都会买口红和包包 不是 那不是你跟我说 你口红还没用完 不让我给你买吗 那口红没用完 人家口红也没用完 你跟我说不用买了 我就没给你买吗 你就不愿意跟我买 他对自己可大方了 他买衣服上千块四五千块钱啊 那西装 就买个两三套 然后他平时也不穿 我买两三套怎么了 我换洗不行吗 所以姑娘你的重点是才乱花钱 对 而且还买什么蛋白粉 你看他瘦成那样 再也说了 你吃个正常饭你都胖不了 你还吃蛋白粉 那不就是为了增肌健身 我才买那东西吗 是不是 你健了身吗 我挣钱我花钱我乐呵 你就说我就说你增肌了 我挣得多我花多 那又怎么的呢 他不吃呀 他蛋白粉 放在那里整整一桶 放在那里最后扔掉了 你说他不是浪费钱吗 对 刚才你说了一句话 我特别想问一下啊 你说我能挣 我花怎么了 你的资料上面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年龄二十二 职业自由 对 您靠什么挣钱啊 我职业是做这个经销商 就是一个中间商 赚个差价而已 听起来又气你 各方面条件好 你又不是特别满意 你干嘛非要死结白咧地嫁给人家呢 就是他对我好呗 没听出来他对你好啊 你一直在抱怨啊 就是那时候我们两个是在深圳 我去深圳发展 然后他是去深圳旅游嘛 我们两个在那边认识的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我每天下班就是很累 会走很长一段路 然后他就会背着我 帮我背回我的宿舍 然后有时候我吃水果吧 他就会把它包好 然后送在我的嘴边 现在两个人还在深圳生活吗 不在了 然后他不是待不下去了吗 我就为他回来了 回到哪儿啊 我是从深圳陪他去的郑州 他想家了 想他妈了 那是你在深圳待不下去了 好不好 我是我都跟你说了 我在深圳发展的很好 我就是找朋友散心玩 我要是能去的话 我会让你视频吗 我妈说了女孩子不能亲一件男方父母的 不是都啥年代了 还有我这说法 这本身就不对你知道吧 再说了 我爸妈说了 让你在正中买房子 然后有个稳定的工作 然后带着彩礼过来娶我 我是不是跟你说了 两边家长还没正式坐在那儿 讨论这个问题 能不能把房买了干啥呀 俩落崩了打扯 我爸妈说了 我爸妈说了